中華空手道代表團返國 到現在有十三人染疫 其中七人確定是 Omicron變異株 指揮中心表示 雖然另外六人還沒有成功定序 但同為病毒株 皆依照Omicron的方式來處理 體育署則表示 如果外國國外的比賽 沒那麼重要 或是要一地訓練 盡可能不讓他們出去 空手道代表團二十二人 到杜拜和哈薩克 參加市警賽和亞警賽 返國到現在已有十三人染疫 體育署表示 已和指揮中心開過一次會 釐清可能的傳染原因 體育署指出 確診選手和教練 目前有人沒症狀 也有人喉嚨痛和咳嗽 且體溫在正常範圍 指揮中心表示 目前七人確定為Omicron變異株 另五人因CT值為二十九到三人四偏高 無法成功定序 另一人按一七零一四還在定序 也不需要每一個個案都定出來 是Omicron 因為這是一個群聚 我想就是應該來源滿清楚的 都是同一個國家 羅一鈞說十三人為同種病毒株 其他個案 照Omicron方式處理 而對體育署而言 明年有事大運和亞運兩大賽事 若選手要出國還是會做評估 若不必要不要出去 如果這個賽會不是這麼樣的重要 沒有它的必要 比如說一些遺地訓練等等這些 盡可能我們就不讓它出去 所以現在大概會是我們的市警賽 亞警賽 會做一些的評估 還有主辦國的疫情的狀況 等等這些 還有它的防疫的一些措施 由於世大運和亞運培訓隊多數 已打第二劑且隔了五個月 體育署說將安排打第三劑 但以中華女足隊來說 第二劑未到五個月 一月中要到印度參加亞洲杯 將請指揮中心專案研判 是否有提早施打的必要性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台北報導